卧槽 永乐 怎么特马又是你啊 你还让不让人睡觉了啊 我特马 嗨嗨 你可别忙着骂人了 我就知道你肯定会睡过头的 这正式的早朝都是这个时辰就要起来的 赶紧起来穿衣服吧 一会儿该迟到了 快给你们老爷宽衣 谢 这该死的上朝时间简直太特马折磨人了 我突然觉得 我要是一直能当个九品小主部 就这么混日子貌似也挺好的 不用上吵 这也还得是你了 其他人当官的都想着往上吧 不过我就好奇了 难道你就一点儿都不痴迷全是吗 你想想 当大官那种一句话就能决定他人生死 不管走到哪儿 无数人追捧 争着抢着拍你马屁 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你点头哈腰的 这种感觉 你难道就一点儿都不想体验一下的吗 你知道黑丝吗 你知道猫尾巴吗 你看过翟武吗 走到哪儿都有人对你点头哈腰的 有啥用 断头台上从不斩无名之辈 你知道吗 而且生前轰轰烈烈 扬名立万 此后棺材板都有人偷当个大官 人前风光 人后沧桑 我这人无拘无数惯了 我不喜欢被人拍马屁 同时也不喜欢阿谀奉承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的 能活着 能活得开心 自在 这就已经是很好的事情了 人生短短几十年 你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 谁会先一步找到你 所以珍惜当下 及时行乐才是人生 况且你看看 这么早就要上朝 去了大殿之上 你父皇不高兴了 给你当孙子骂 这当官有什么好的 珍惜当下 及时行乐 这不就是那些个顽固子弟啊 这楚义的人生观还真是 这几日以来 咱收到了不少的折子 其中多是在告诉咱 各地方王就藩之后 在封地之中无所事事 整日只知道胡作非为 祸害百姓 对这些控诉 诸位意为如何 今日咱就听一会你们的意见 你们都给咱说说 这件事有没有 若是有 又应该如何处理 咱今日也学学唐太宗的虚怀纳剑 不论身份官职高低 诸位可以畅所欲言 咱绝不追究过失 该死的 这楚义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 人呢 老四 人呢 人你给带哪儿去了 这怎么关键时刻 人没了 我 我也不知道啊 我确定是给楚义带进大殿来了的 当时因为他官职过低 我将他安排在了最后面的 我去 这家伙该不会临时改变主意 然后溜了吧 这 这要是楚义偷偷溜了的话 那玩笑可就开大了 不行 得想个办法确定一下 这家伙还在不在 回禀父皇 儿臣近日发现已能人 只不过对方未低言轻 孔氏不敢开口 父皇可否下旨 允其上殿一言 说不定此人能有奇特之见解 也不一定啊 还是彪儿会来世儿啊 还有 楚义这个混蛋 到底死哪儿去了 既然太子都出言推荐了 那便让此人上前来畅言一番吧 你所谓的能人 姓甚名谁啊 回父皇 此人名为楚义 啊 我在 我在这儿呢 谁叫我啊 我曹 这家伙居然还在 那刚才他都干嘛去了 楚义是吧 刚才太子向咱推荐 说你是个能人 对这藩王在封地当中 肆意妄为的事 能有一定的见解 既然你能得太子看中 那咱也就给你一个机会 你给咱说说 此事当如何 回避下藩王封地多在国之腹地 繁华之地 他们之所以肆意妄为 无非就是大过安逸的环境 导致人心惬意了 他们无事可做 就算是空有想法 却也无计可施 毫无施展的空间 久而久之 雄心被磨灭 斗志被奢靡所替代 所以 微臣的意见是 将藩王外封 若是将藩王的封地 迁移至大明之外 四面皆敌的环境之下 藩王们可以自己去开辟疆土 让藩王们于战火中 重塑自己的雄心壮志 同时也能让藩王封国 成为大明外在的屏障 将一切危险 都阻拦在最外围 既可让藩王不至于 在封地中颓废为祸 也可让魏大明 带来太平昌盛 此举一举两得也 这个不知道 从哪儿蹦出来的小家伙 完全就是个疯子 将藩王外封 这与驱逐有什么两样的 各位 对于处义之言 你们有什么看法 父皇 儿臣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燕王有话直说便是 这大殿之上 无需避讳什么 畅所欲言便是 父皇 儿臣在想 若是藩王外封 儿臣是否可向朝廷借兵 无需太多 只需少许 助儿臣拿下所选定领地即可 而之后 儿臣若是在外开疆阔土的话 是否可将一部分领土 作为自己的领地 扩充封国 当然了 儿臣终究是明臣 是大明的皇子 若是儿臣能在境外站稳脚跟 那一切都是承蒙父皇庇佑 儿臣以为 若是能开疆阔土 儿臣便将与大明接壤的部分 按照已扩充领土的三成 直接划入大明领地之中 如此一来儿臣不仅仅是在扩充自身的藩国 同时也是在为我大明扩充疆域 父皇不知儿臣之幻见 父皇认为可行否 若是父皇觉得可行的话 儿臣愿第一个领命去境外之地 魔力自身 为我大明开拓为成 陛下不可 这处义就是在信口开河 藩王外丰 这与流放合意 塞外苦 若是将藩王外丰 那他们怎么去发展自身 发展一地 难道就靠着兵甲就行了吗 不需要黎民百姓了吗 他这是在诱导陛下与诸位皇子 走向穷兵独武之路啊 陛下还请三思 此事绝不可妄下定论 什么穷兵独武 什么流放 你这人心胸为何如此狭隘 我等身为大明皇室子孙 难道就应该坐享其成 一辈子在封地当中无所事事吗 我们都是父皇的血脉 父皇能在战火中结束抱园的统治 建立如今的大明 那是何等的丰功伟业 我们这些皇子 莫非就要做一群蛀虫 趴在父皇的身上吸血 父皇 我诸地有手有脚 自认可领兵 可治理一方 外族蛮夷 何惧之有 建设领地 虽说并不能只靠兵甲 只靠蛮力就可行的 但是我诸地只要有兵甲在侧 没有百姓 我不会去攻伐吗 我攻伐之地 便是我大明疆域 子民自然也是我大明之子 纵然四方来敌又如何 我们有大炮 有火冲和战斗 杀他个有来无回救世了 能入我名土 那是他们的荣幸 是他们的福气 父皇 儿臣不赞同 此等懦弱之言 更不觉得这是什么流放 天下青山街一样 男儿何处不为家 我诸地走到哪里 哪里便是我大明疆域 既然是我大明的疆域 那便是我的家 我在自己家里 怎么会有流放这种无稽之谈 其他兄弟如何想的我不知道 但是儿臣自愿请命 将儿臣封地迁移 我来为诸位兄弟做个表率 还请父皇成全孩儿 一片赤诚之心 好小子 L老四这霸气侧漏啊 这便是永乐之威吗 的确很不错啊 难怪老四能成为永乐大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